注意看 这是监控中让人感动的一幕 只见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上楼梯回屋 最后一节楼梯 没踩稳 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好在老太太往后摔的时候 用竹坝支撑了一下 再加上天气较冷穿的也比较厚实 最终造成的伤害不大 可以独立坐起来 但是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站起来 此时无奈的老太太 只能静静地坐在家门口 等待家人下班 将自己扶进屋内 没过一会 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经过 疑惑地 看着坐在家门口的老太太 给自己打招呼 瞬间就明白 这位老太太需要帮助 于是赶紧停好摩托车 快步跑向老太太 来不及多说 直接将老太太搀扶起来 被扶起的老太太 一直对男子说着感谢的话语 因为上了年纪 耳朵听力下降 面对男子询问家人在哪里的话语 并不能做着有效的回复 面对不停道谢的老太太 骑车男子轻轻地拍打老人 后背衣服上沾染的灰尘 再慢慢地把老太太 搀扶上了楼梯 此时 老太太说着自己可以走动 便松开了手 最终小伙子在确定 老太太没事后 也离开了 事后 当老人的家属 回来得知此事后 便把监控内容 发在网络上 和各个群里面 最终找到了摩托车驾驶员 并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在这里 我们一起给好心男子 点个大大的赞 并在评论区 打出好人一生平安 对于骑车男子 这种健毅勇为的行为 非常值得我们广为传播 也祝愿天下所有父母 健康 平安 幸福